农业部花莲农改厂从2021年开始 推动了瑞穗乡农民进行文旦幼早收栽培技术的辅导协助 逐渐展现成果 尤其是今年面对干旱、焚风和台风的冲击 文旦幼品质不受影响 而文旦幼水分饱满、果汁率高 农业部花莲农改厂在今天的成果发表会上自信强调 在早收技术加持下 强化花莲文旦幼的产销优机 2021年起 农业部花莲农改厂开始推动瑞穗文旦幼早收栽培技术后 辅导团队几乎是天天泡在文旦幼园里 透过天后与文旦幼数的些微变化 从制裁、天间管理下手主动出击 这个就是一个是被台风追着跑 或者是被时间追着跑 那我们这次是反过来 我等在那边我准备好了 我等你 我看到说你怎么来我就怎么出招 早收的有点是化被动为主动 文旦又早收栽培技术第三年 成效逐渐显现 面对极端气候的危险 能及早预防趋吉避凶 产季与西部麻豆拉近 也强化了产销市场竞争力 各个农政单位也竖起大拇指肯定 所以我们今年文旦的品质是非常好 我已经有吃过几滴了 它的甜度其实我们测到最高有到15度 一般来讲12度以上就已经是非常好 非常重视大家的销售和我们的状况 那其实现在我们这边和我们的农娘所这边 也会一起来一起守住我们的行销工作 包括我们9月初的行销工作开始讲开 让我们的地业也会陆续的送到我们农友的手下 整天都在一晚 我们谢谢那个改良长花了这么多的心力 让我们的旗船老师可以专任 所以是专任的这个 可能比大家都还用心 整天都在柚子眼里面 那我们文旦又的这个品质提升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好处就是 我们的这个风险也降低了 有了农业部花改厂技术上的辅导协助 瑞瑞文旦又早收面积也从50公顷增加到100公顷 所生产的文旦又水分充足 果汁率达50%以上 平均甜度也超过10度以上 尤其今年早收栽培技术的文旦 比白鹿节气提早了18天就具备采收潜力 农民也趋之若鹜 早收除了品质提升之外 避免一个灾害风险 那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你早收的部分就是 它可以让你销售时间拉长 因为这对于我们东部文旦来讲是一个很大 以往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通常落后麻豆后落后西部地区 我们落后将近三到四个礼拜采收 我们是比较慢采收 那我们现在几乎可以跟西部的采收其实一致的 我们也发现最近麻豆有在采收 我们在采收差不多时间 所以其实这样的竞争力就会足够了 那未来不管是对于外销来讲 我们也就是占了一个很大的一击 所以我们今年看到部落里面 其实以往他没有做外销 今年也开始有外销的 不过今年严重干旱缺水高温 以及台风强降雨接踵而来 温丹又灼果率低 使得瑞瀕温丹又产区 整体产量减少三四成左右 反观温丹早收栽培技术的灾况 扬大吉强调 在早收技术的加持下情况并不严重 品质产量仍能维持在以往的水准 记者是玉兰瑞水采访报道